中国成功在火星留下足迹 中国的火星探测计划发展到哪一步了 中国航天在未来有哪些计划 人类何时才能探索到火星上的秘密 回首过去一年 2021年的中国航天征途 伴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一步一个脚印 一次次刷新了航空航天领域的中国高度 去年的一整年里 中国航天共发射火箭55次 成功突破自己并且稳居世界第一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航天领域超越美国 并且中国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48次发射中 无一次失败全部成功发射 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在航天领域过硬的技术 2021年4月29号 中国长征5号B-2运载火箭搭载空间站和核心舱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这是长征5号B运载火箭的首次应用性发射 也是首飞后的第二次发射 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空间站时代 中国空间站建设也进入了全面实施的最终阶段 5月14号 根据国家航天局官方消息 天文1号探测器 已定在北京时间5月15号凌晨至5月19号期间 择机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 次日5月15号 中国航天科研团队根据驻龙号火星车发回的摇测信号取认 天文1号着陆巡视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期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火星取得圆满成功 5月29号 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摇三运载火箭 将天舟2号货运飞船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飞船太阳能翻板两翼顺利展开 并且正常运行工作 这是中国长征系列火箭的第371次飞行 而天舟2号货运飞船的成功发射 也是空间站货运输系统的第一次应用型飞行 6月17号 搭载了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F-12运载火箭 在中国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随后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 并且顺利地进入了预定轨道 同时也顺利将中国三名航天运送入太空 这一次的载人发射 中国突破了五个首次 为中国航天视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次次的火箭升空 伴随着中国人民一颗颗希望飞天的梦想 承载了一位为中国航天科业人员日日夜夜的努力付出 实现了中国从始至终的国富民抢梦 当然去年一年 还有着许多的伟大成功 足以进入历史的宏伟档案之中 这里只列举了一小部分 但这小小的一部分就足以证明 中国已经变得强大 无论是经济 科技 军事 都站在了世界前列 面对去年的硕果满满 中国航天并不会止步不前 早走的就计划好了2022年的全年日程 例如先后发射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与天河核心舱对接 发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 还有最重要的实施神舟15号载人飞船任务 这一切一切的目标放在20年前 只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敢想的 但如今中国有信心有决心能够完成 就2021年与2022年的交替之际 新年一史 祝荣号为中国2022年航天事业的发展 开了一个好头 中国航天局发布了天文一号探测器 从遥远火星传回的一组精美图像 图像包含环绕器与火星合影 环绕器局部特写 火星北极冰改 以及祝荣号火星车拍摄的火星地貌等内容 并且中国航天局称 接下来祝荣号会继续度过日灵阶段 开始向火星乌托邦平远南步行驶 这是中国首次将足迹踏上火星的土地 这不仅为中国航天视野带来了巨大推动 对人类了解火星表面形态 探索火星生命可能性带来了更多可能 也让世界对这颗遥远的星球 有了更多的认知与好奇 中国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登陆火星的国家 又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 苏联连续两次登陆火星计划都没有后续 在其后也没有公布任何探索结果 所以中国祝荣号的登陆火星 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实质性的 收集到火星地表探测结果 中国的火星梦也就此开始 事实上 人类对于火星的好奇 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 这个介于地球月球间的星球 其直径越为地球的一半 质量越为地球的九分之一 但是火星具有类似地球主板划分的构造特点 随后天文学家们 就开始了对火星进行一系列的研究 人类历史上最早访问火星的 是在1964年 由美国航天局发射的水手四号 随后苏联也不甘示弱 苏联火星三号在火星地表实现软着陆 随着对火星的不断探索 人们发现了火星土壤富有丰富的水分 其地表之下有着大量的水冰存在 并且有极大的可能 存在间歇流动性液态水 在这一发现以后 人类提出了一个大等的猜测 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 这一猜测彻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世界各国的天文学家 都对此充满了好奇和研究的动力 这也成为了直到现在 还是一个谜团的难题 火星上到底是否存在生命体 甚至这一谜团 引申出了更加大胆的猜测 火星很可能是人类外星殖民的首选目的地 而21世纪 人类对火星最重大的一次探索项目 就是美国航天局好奇号探索火星项目 其项目目的 就是为了验证火星上 是否真的具有流动性的水 毕竟水是人类维持生命最重要的成分 人类身体70%都是水 如果一旦能够准确证实 火星上存在流动水这一现象 那么人类外星殖民火星就成为可能 在好奇号的探索以后 美国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火星可能不存在生命 但是不排除存在微生物的可能 并且火星土壤富有丰富的水分 大约为1.5至3重量的百分比 显示火星有足够的水资源 供给未来移民使用 随着火星问题 在全世界范围内讨论的不断激烈 中国也加入到了探索火星的队伍中 2014年 中国珠海航展上 首次展出了中国研发的火星探测环绕器 也正式公布了中国的火星探索计划 并且同年 在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 展示了火星探测系统 火星巡视器原尺寸模型 也就是经常说到的火星车 在此后对登陆火星技术的不断探索 中国计划在2022年发射火星探测系 探寻火星的生命迹象 事实上中国也做到这一承诺 并且是完美完成 但总不会事事如愿 中国与俄罗斯曾经合作过一个 关于探索火星的项目 名为营火一号任务 该任务预计是中国双方 通过技术共享和支持 在2009年 各自发射一颗火星探测卫星 共计两颗 但没过多久 该任务就被推迟到2011年 但时至今日 该任务还没有正式落地 对于火星的探测 人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 这不是一个科学家 一个科研团队 一个国家就能够独自完成的 这也不是单单的探索着火星 是否有生命这一问题 这又关乎人类未来的存亡 但我们需要明白 人们会以何种原因进行外星之民 无论是火星还是其他星体 这都不重要 原因才是人类应该关注的本质 是不是地球毁灭 是不是地球无法再支持人类的生存 这些问题 也许在未来的很久很久 上一年后才会发生 但作为人类的我们 现在就应该思考 如何保护这颗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 而不是执着于 怎么实现外星之民 总而言之 中国成功实现了探索火星的第一步 这为人类更多的探索火星带来了帮助 中国也将在未来 不断地为人类航天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